比如說,我把這個不要看 這個不要看 那這兩個日期相差幾天 OK 所以這邊的話呢,我們就直接把這個改一下 改成YD Enter一下 59天 也就是8月5號 到10月12號有59天 那你可以自己再改一下 反正就不管年就對了 那最後一個是MD MD的話呢,就是 什麼忽略年 跟月之後的天 那也就是說 這樣子來看,就是把 前面這個 不要管他 不要管他 這兩個 相差幾天呢 你想說,前面大後面小,一樣嘛 前面如果前面大的話 他就繞過來,繞到下個月 如果前面大後面小的話 他就把下,這個後面那個當成下個月了 OK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相差幾天了 有同學已經把手指頭拿出來算了 如果用這個Dative來算的話,應該會比較快一些 D MD MD Enter一下 總共28天 也就是說他 從15 他是把 12當成是下個月 下個月 然後 相差是28 那如果說呢 你今天 前面這個數字比較大 比如說改成19好了 Enter之後的話 就4天 就是如果 前面的 比較小後面比較大 那就直接 減 如果是 前面比較大後面比較小 那就變成到下個月去了 OK 所以這個部分的話,請各位了解一下 這6個 這個 他的參數的不同 利用這個參數呢 其實 就可以思考一下 這個地方 如何計算 比如說這邊有這麼多的 員工 對不對 那請你計算出 他們的什麼呢 幾歲 幾個月 又幾天 不過這裡 特別需要 這邊好像他 合併儲存格 後面這兩個沒有合併儲存格到 所以請各位 自行怎麼樣呢 把底下這個地方 自己再把它 怎麼樣呢 把它做那個 把它合併起來 跨欄置重一下 這地方也是一樣 下下填滿才不會有問題 這一題我想 各位思考一下 就是 怎麼算出來 格式記的就是 幾歲 逗典 幾個月 又幾天 類似這樣 往下填滿 先把上面 先了解一下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好 謝謝 謝謝 謝謝